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洞的神奇之处就在于 每年清明前后吐鱼 短短几天时间就能吐上万金鱼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一个原本普通的山洞 每年几天时间能吐上万金鱼呢 接下来就跟着小编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皮心灵世代生活在皮家村 对村里的过往历史都略有了解 这个村庄处于群山环抱之中 虽然相对比较闭塞 但村子周围有山有水 俗话说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村子附近有山有水又有田地 所以当地村民过着日出而坐 日入而息的生活非常和谐 在皮心灵的记忆里 从他记事起 每年清明节前后 村子里都会非常热 家家户户都开始忙碌起来准备上山 甚至周围十里八乡的村民也都会赶过来一起上山 那么村民们在这个时候争相上山 究竟要干什么 原来 每年的清明节前后 皮家村附近的一处崖洞里都会吐出大量的鱼 多的时候几天时间就能吐上万金 因此 皮家村在当地十里八乡颇有名气 俨然成了当地的明星村 每到时节 众多村民都会带上自制的竹篓上山接鱼 接鱼的过程非常简单 只用把竹篓放在流水的盐洞口 然后上面盖上一层杂草 在旁边聊天休息即可 要盖上杂草的原因在于 这种鱼貌似比较怕光 把洞口遮挡起来之后 收获的鱼货明显更多一点 据村民讲 出鱼多的时候 仅需五分钟左右 便会收获满满一楼的鱼货 大概有三十到五十斤左右 基本跟碱鱼差不多 村民收获这种鱼之后 都会拿回家里制作美食 据说这种鱼内脏占比极小 所以吃起来没有普通鱼的那种土腥味 肉多少刺 肉质鲜嫩 是这种鱼的最大特点 当地村民回家之后 通常只在上面撒一点盐巴 然后油炸 做好之后满屋飘香 只闻味道就让人垂涎欲滴 崖壁土鱼的现象在当地一直存在 当地村民并不明白具体原因 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是大自然的馈赠 在崖壁土鱼口的下面是一条宽阔的大河 叫做涛河 儿时的皮心灵经常跟着小伙伴一起在河里洗澡摸鱼 洗澡后 在好奇心驱使下的皮心灵 曾经对崖洞内部进行过一番探寻 当进入到崖洞内部时 他只发现水流是从地下涌出的 但并没见到成群的鱼出现 所以每年清明前后 大量的鱼从崖洞口吐出 这些鱼究竟从何而来 始终是个谜 关于牙洞内鱼的来源 大家也是众说纷纭 在当地有几种猜测 第一种猜测 村民怀疑是不是大山隔壁的村庄 有人专门养鱼 这些鱼是漏网之鱼 为了正式猜测 有心的村民 还专门走访了周围方圆百里的村庄 询问当地是否有人养殖鱼 结果一番问询下来 周边的村庄没有一户村民有养鱼的经历 这也就排除了 这鱼是别人饲养的漏网之鱼 第二种猜测 有人怀疑这鱼是不是来自当地韬河里面的鱼 相关人员一起走访了当地镇上大大小小的鱼室 但鱼室上根本没有见到这种鱼的踪影 当把这种鱼的标本 拿给常年在当地饭鱼的鱼饭看时 鱼饭只是说听说过这种鱼 但平时没有收到过 通过对当地多数鱼饭的走访 了解到韬河内根本没有捕护过这种鱼 那么也就是说 这种鱼来自当地韬河的猜测也不成立 既然附近没有人养鱼 鱼饭在当地河里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鱼 那这种鱼叫什么 究竟从何而来 为了查明真相 记者曾带着鱼标本 专门走访了云县水产局的工作人员 当看到这种鱼标本之后 水产局工作人员也颇感意外 只见这种鱼个头不大 头小 身子大 剖开之后发现鱼的内脏很少 多数鱼基本都是饿着肚子的情况 工作人员越看越觉得蹊跷 最终确定 在当地淡水河里没有见过 也没有听说过这种鱼 连当地水产局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听说过这种鱼 这就更为这种鱼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虽然没有见过 工作人员还是通过查询相关资料 了解到了这种鱼的学名 都林产和鱼 云县的水产专家虽然查询到这种鱼的学名 但依旧不能解释这种鱼的来源 随着网络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皮家村清明前后土鱼的奇观 一些旅游爱好者开始争相来到这个偏僻的小村庄一探究竟 这其中就包括一名鱼类学家 张春光是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 常年从事对动物的研究 尤其对各种鱼类颇有研究 当他听说皮家村有牙洞吐鱼奇观时 就对这个牙洞吐出的鱼非常感兴趣 在当地村民的引荐下 清明节前后 张春光研究员专门来到了皮家村一探究竟 当地村民对张教授的到来都表示强烈的欢迎 因为他们也都非常想知道这种鱼的具体来历 其实 普通村民最关心的问题是 吃这种鱼类会不会影响身体健康 为了尽早揭开真相 张教授赶到皮家村之后 便马上跟随村民来到了牙洞处查看情况 当赶到牙洞附近时 张教授心里逐渐就有了答案 原来张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起 就开始对我国的珍贵鱼类进行研究 当他看完鱼 又看了鱼附近的生长环境 就基本确定了 这确实是多灵产河鱼 这种鱼类喜欢生活在海拔300到1500米的河流或者溶洞中 这种鱼对水质要求较高 怕冷 每年秋后就会从河中入泉 找到温暖的溶洞处躲藏过冬 冬眠过后4月份 便会从洞中鱼灌而出 这种鱼出洞时往往都是在半夜悄悄出洞 这也是当地村民为何在接鱼时 用杂草盖着洞口产量就高的原因所在 张教授称 这种鱼主要分布在长江支流水质较好 人机稀少的地方 在上世纪长江支流地区 多地也曾出现过有关山洞土鱼的报道 但近年来 随着环境改变 类似的报道越来越少 皮夹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 跟当地的环境有很大关系 这个村庄之后十多户人家 绕村而过的滔河 河水清澈见底 水质常年保持优积以上 这种环境正是多灵产和鱼喜欢的生活环境 也正因如此 当地每年清明或者古雨季节之后 就会出现崖洞流鱼的现象 张教授虽然确定了这种鱼的品种 以及鱼在此出现的原因 但村民心中仍有疑惑 雅洞内如此多的灵产和鱼从何而来 它们究竟靠何生存 为了进一步查明鱼来源真相 记者专门拜访了实验室地质研究专家 听完记者的描述后 地质专家程小武对这个特殊的雅洞也非常感兴趣 当程教授来到皮夹村之后 首先对周围山体进行了勘察 一番勘察下来 发现在皮夹村周围的山体内 溶洞不止这一处 在其他地方还有多处溶洞 不同之处就在于 其他处的溶洞没有水流流出 只有这处芽洞口 常年水流不吸 接着程教授开始对山体周围的岩石进行了取样化验 取样的目的是为了查明溶洞形成的原因 以及山体内水源的来源 经过对岩体成分的化验得出 皮夹村周边的山体属于灰岩地貌 也就是常说的卡斯特地貌 这里的岩石容易被水充实 常年累月下来就形成了溶洞 溶洞内岩石的主要成分为碳酸钙 碳酸钙微溶于水 久而久之 溶洞内的岩石就会被存水侵蚀 慢慢地就形成一个类似蓄水池的池子 因为滔河绕山而过 所以在附近山体底部可能有岸河经过 这些鱼很可能是通过地下岸河来到溶洞内部 然后冬季在溶洞内聚集 4月份天气暖和之后 鱼再从溶洞中出来 听完地质专家的解释 匹兴林终于明白了 儿时在溶洞中看到地下向外冒水的原因所在 遗憾的是 近年来随着滔河水为不断上涨 再加上当地民众对崖洞口的加固 现在洞口只剩下盆口大小 人家不能够进到土鱼的崖洞内部 做更全面的研究 通过对周围溶洞的查看 已经基本可以确定 这个崖洞内存在地下岸河 多岭产河鱼就是通过地下岸河来到崖洞内部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了 对于皮家村村民来说 我护鱼周全 鱼促我致富 这或许就是当地村民和多岭产河鱼最佳的相处关系 这也是很值得学习的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之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